上一讲谈到陆甲奉命出使南越,任务是要把南越说为汉帝国的藩属国。 当然,话不能说得这么直白,陆甲带着诏书和印喜,以刘邦的名义表彰赵驼在南越的贡献,册封赵驼为南越王。 人家赵驼明明早已经自立为王了,自立不比刘邦前,从建国到称王也没得过刘邦半分助力。 但如果这个南越王的头衔不让刘邦重新认证一下的话,就等于向汉帝国公然宣战。 赵驼会甘心服软吗?陆甲又有什么方法来说服赵驼呢? 双方的出自见面就很有几分剑拔弩张的意味。 赵驼一副蛮衣打扮,以寄居的姿态接见陆甲。 前面讲过,寄居的姿态很放松,但很不雅, 以这种姿态接见外国使节,等同于公然挑衅, 逼指着鼻子骂戒,更让对方难堪。 但推向赵驼的小心思,用意应当不仅仅是给陆甲一个下马位, 由此争取谈判桌上的主动而已, 而是反用一下之别的华夏传统价值观, 表明自己是遗敌,汉帝国是华夏, 井水不犯河水,大家关起门来, 各过各的日子就好,不必强行拉关系。 陆甲的反应是经典的谈判套路, 态度要不卑不亢,策略要恩威并施, 言辞要有理有据。 首先点名赵驼是中原人士, 不能因为在蛮夷地区建国了, 就真的以蛮夷自居了。 其次对比双方的实力, 有实话也有夸张, 让赵驼端正姿态。 再其次是强调汉帝国如果翻脸, 既可以在中原烧掉赵驼的祖坟, 杀光赵驼的亲属, 又可以轻轻松松调兵遣将, 发动难争。 赵驼马上改变了态度, 热情接待陆甲, 当然赵驼心里并不服气, 不认为自己能力不如刘邦, 只承认刘邦比自己运气好。 最后陆甲的外交使命圆满达成, 刘邦龙言大悦给陆甲升了关。 赵驼和陆甲的对话, 被辞着通见详详细细抄露下来, 双方都是免礼藏针, 都争取在不撕破脸的前提下压对方一头。 但这些内容不好说, 有几分针几分假, 可以确定的是这场外交的结果, 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成立, 皆大欢喜。 赵驼为什么会答应刘邦的条件呢? 站在赵驼的角度, 虽然大可以对刘邦不理不在, 但毕竟要想到汉帝国的牌面更好, 发展空间更大, 更容易和时间做朋友。 等政权传到自己和刘邦的子孙辈, 南越国大概率上不会是汉帝国的对手, 与其如此, 不如及早把主从关系确定下来, 自己失去的也仅仅是一个名分而已, 这个名分对于刘邦来说至关重要, 对于赵驼而言可有可无。 赵驼接受刘邦的册封, 意味着汉帝国正式承认了南越国, 也就承认了原属秦帝国的桂林、南海、 象郡都是南越国的合法版图。 那么问题来了, 先前刘邦策封吴锐为长沙王, 吴锐也是越人首领出身, 封国之内也有不少越人土著, 许给吴锐的地盘, 除了吴锐时德的长沙之外, 还有吴锐其实鞭长莫及的桂林南海象郡, 如今立赵驼为南越王, 相当于一女二嫁, 更要命的是, 南越国的北境和长沙国的南庆接壤, 这个矛盾不解决的话, 注定成为隐患。 资质通鉴把赵驼和陆甲的外交活动, 记载得那么详细, 却偏偏遗漏了这么大的一颗炸弹,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这倒不怪司马光, 因为资质通鉴这段内容, 是从史记彩路来的, 司马迁当初就没做交代, 那么到底是赵驼不知道自己的地盘, 已经在几年前被刘邦以赵书行事, 信誓旦旦地许给了吴锐呢? 还是大家心照不宣, 暂时搁置争议问题, 先得到实惠再说呢? 又或者陆甲带去了某个解决方案, 但不方便公之于众呢? 具体情况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 而我们可以知道的是, 一, 刘邦原先并无意认同赵驼政权, 不然就不会把桂林南海象郡 划给长沙国, 但局势发生了变化, 和南越国建交的必要性变强了, 那就只能牺牲一下长沙国的利益了。 第二, 刘邦并不真的对赵驼放心, 所以就在汉帝国和南越国 正式建交的第二年, 资质通鉴还会讲到, 刘邦封岳人贵族后裔南武侯之为南海王, 这就意味着, 要么南海郡理论上的所有权, 就从南越国转移到了南海国, 要么南武侯之的封地另有其地, 但毗邻南越国, 可以对南越国起到几分前置作用。 三, 一女阿家的问题, 无论有没有得到解决, 后来南越国和长沙国确实不断发生摩擦。 资质通鉴随即记载了陆甲的另一桩贡献, 这是从史记历生陆甲列传采路来的, 说陆甲时常在刘邦面前谈论诗经尚书, 刘邦破口大骂, 原文很生动, 乃公居马上而得知, 安氏诗书, 乃公是当时的脏话, 可以翻译成, 你老子我, 刘邦的意思是, 自己的天下是跨马征战打下来的, 而不是读儒家经典读下来的, 陆甲的反驳成为经典, 原话是, 居马上得知, 宁可以马上致之乎, 且汤武逆取而以顺手之, 文武并用长久之书也。 陆甲在这里提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治学理念, 逆取顺手, 通过暴力手段以下犯上, 这叫逆取, 而在逆取之后, 如果继续奉行暴力原则, 继续以跨马征战的方式治理天下, 那很遗憾, 注定行不通。 怎么才能行得通呢? 那就要好好地学习前辈, 商汤王和周武王的榜样, 逆取成功之后, 需要顺手, 一凡打天下时期的行为准则, 转而推行仁义道德, 不如此, 则不足以长治久安。 换句话说, 逆取阶段需要高举屠刀, 大杀四方, 顺手阶段需要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 谈不上哪种方式更高尚, 这就好比骑马跑到水边, 就该下马换成渡船一样。 陆甲还给刘邦讲解历史教训, 吴王夫差和晋国大贵族智瑶, 都是穷兵独武而招致灭亡的, 不说远的吧, 就说秦帝国吧, 假如秦帝国吞并天下之后, 推行仁义之道, 效法前代圣王, 哪还有陛下夺天下的机会呢? 一番话说的刘邦, 无言以对相当不好意思, 但刘邦的优点, 特别能在这种情况下显现出来, 他摆脱路下, 把秦帝国之所以施天下, 自己之所以得天下的原因, 好好分析一下, 还有古代政权, 兴亡成法的经验教训, 都好好写下来, 陆甲因此著书立说, 写成了十二篇文章, 每写成一篇就讲解给刘邦来听, 刘邦啊总是一边听一边称赞, 旁边的侍从们也会跟着高呼晚岁, 气氛啊走得很足, 后来十二篇文章汇集成书, 书名叫做新语, 新语, 为什么叫新语, 后人呢有过好几种推测, 有说编撰形式新的, 有说研说方式新的, 但这些推测很有可能都解读过甚了, 最有可能的原因是, 当时既没有正经为一部著作取名的意识, 社会上也根本见不到几部书, 所以书名啊相当随意, 所谓新语, 很可能只是强调这部书是新的, 并没有任何深意, 陆甲提出, 逆曲顺手的政治学命题, 并且写作新语, 史料并没有交代确切时间, 古代学者各有各的推测, 没有定论, 但最有可能的时间点, 应该就是在陆甲初始南越国之后, 肖沙甲、李锦权两位先生主编的 《中国哲学史》有一篇 《中国哲学史大事年表》, 其中呢就把陆甲创作新语, 定在汉高底十一年, 和资质通鉴的编年一致, 我们知道刘邦啊想来看不起儒生, 起兵反秦的时候, 有头戴儒冠来见他的人, 他直接解下人家的儒冠, 对着儒冠小便, 北宗诗人王宇称有时说, 秦皇坟就点, 汉祖尿儒冠, 就是把刘邦尿儒冠的行径, 和秦始皇的坟书相提并论了, 以这样一个不学无术, 肆意糟蹋知识分子的流氓头子, 当上皇帝之后, 就算不去继承秦始皇的坟书精神, 至少不大可能去改变自己, 根深蒂固的偏好, 但刘邦真的变了, 或许是因为先有卢献儒生, 从从荣荣为项羽死守成过, 又有殊尊通制定朝译, 把流氓强盗的聚义厅变成了文武百官的朝堂, 这些事情让刘邦切身感受到了文化的力量, 而相反的一面是, 功臣素将每每以国家古东自居, 只会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 自尊程度还特别低, 完全没有节操意识, 很难约束得住, 来自这正反两方面的影响, 不得不使刘邦重新思考文化和道德的实用价值, 陆甲这部新语除了阐释政治哲学之外, 修辞还特别华丽, 在文学史上有一席之地, 辞职通俭排斥文学, 所以并不关注这点,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 汉朝的文学是所谓汉父, 提到汉父, 我们首先想到的是杨雄, 司马相儒这些名家, 然而追溯汉父原流, 就会发现陆甲开风起之线, 这就是文青雕龙所谓的陆甲扣起端, 这也难怪汉朝开国阶段, 一共也数不出几个文化人来, 汉书一文志注录有陆甲的三篇附, 可惜都已经失传了, 幸而心语保存下来, 让我们得以从这部正论著作当中, 感受一下汉父的修辞特点, 好, 我们简单的领略一段, 故圣贤与道合, 语者与获同, 怀德者应以服, 邪恶者保以凶, 德博者畏微, 去道者身亡, 万事不亦法, 故今同济刚, 故梁玛非读其技, 利剑非为甘疆, 美女非读西施, 忠臣非读望, 今有玛而无亡粮之欲, 有剑而无砥力之功, 有女而无方则之势, 有势而不遭遇文亡, 整段话里, 有对账, 有排比, 有押韵, 有乎有硬, 读起来, 不自觉的就会摇头慌脑, 陆甲这条线, 我们就告一段落了, 刘邦垂垂老矣, 马上又要遭遇新的危机, 情部反了, 我们下一讲再谈。